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今天NBA发布了新赛季的轮修禁令,其中一些条款明显是照顾像勒布朗·詹姆斯这样的球星,禁令中提到,可以在轮修方面享受一定灵活性的球员,包括那些在带领球队,在2020年季后赛,走到很远,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老将。 詹姆斯也在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,回应了有关轮修的话题,我总是听从教练的建议,我们去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,我们要尽量保持聪明,确保我的身体做好准备。 显然,每一场比赛,都很重要,但我们正在为更高的目标,而奋斗,我们可不想,丢了西瓜碱芝麻。对我个人来说,这是一个界限问题。 但要理解,这是一个缩水的赛季,71天的休赛期,将是所有职业运动中,最短的一次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们对未来要做的事情,非常谨慎。 当被问到,对新赛季的戴维斯,有何期待时,詹姆斯表示,我对安东尼·戴维斯,没任何期待,他很特别,他是世界上,最好的球员之一。 对于自己,和戴维斯的续约,詹姆斯说,我们在这里,我们忠诚于,这支球队,而胡人,也相信我们。 此外,詹姆斯还提到了,自己合同到期时,刚好是儿子,可以报名参加选秀的时候,对于最初得知,12月23日,开启新赛季时的反应。 詹姆斯表示,我当时的反应,失望,是哦,该死。当然,詹姆斯也没有,忘记他的新队友们,说自己对于哈雷尔,施罗德等人的加入,感到非常兴奋。 说胡人,引进了那些,以正确的方式打球,渴望在最高水平,舞台上获胜,渴望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,留下印记的球员。 他还说留队的球员,也不满足于,只赢得一个冠军,他们想要更多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